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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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Evelyn 蔡盛 多謝收看由我主持的Evelyn Chips 這次我會在這個影片裏面 會幫大家解決一個每一到九月十月開始 就會出現的煩惱 沒錯 就是換季 而這次我會在巧克力挑選一些我自己很喜歡 同時我也覺得這個冬天是一定要擁有的單品 首先我會由一件大家都擁有的東西開始說起 就是T恤 這件T恤可以配到兩件東西 令到我覺得我的Holiday 是真的真真正正地放鬆 還有我不會想其他令到我很緊張的東西 就是 永恆 Classic 不失時尚的 這個工人牛仔褲 工人褲其實是很卸穿的 它形成了一種很Raw的 一種很Boyless的感覺 所以其實是很適合一些 現在非常想形成這個Boyless感覺的女孩子 那好吧 你又會在想 今天會很冷 因為它是短袖來的 有一件東西我又覺得你一定要買的 就是 棒球褲了 而這件棒球褲其實很有趣 雖然它不是那種很傳統的棒球褲 它是有一點雙面的 因為它有男孩子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配裙的話 又會有種mix and match 就是girlish加boyish的感覺 所以一件這些擋風的棒球褲 其實我都覺得是每個女孩子的衣櫃 過季都必定要擁有的 另一件東西就是一些top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一件上衣 因為它有一個小的細節 它不會只是很單調 另外一件東西 就是秋天開始大家都會穿的 就是長身的垃圾 其實長身的垃圾也是非常合襯的 當你穿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立即好像上學都醒神了 因為它有一種書院的感覺 你上學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真的回來讀書 另一件東西就是我會襯一條裙褲 因為其實長身的垃圾 有一樣東西是不好的 就是它會顯得你的上身會比較重 所以下身通常我們就會因應上身的重 而配襯一些令下身輕一點的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簡單的 mix and match的style tips 這樣配襯起來之後 有些男孩子的感覺也不惜少少女美 其實我剛才所說的所有單品 只要你家裡有一件 你不停mix and match 記住一些可能小提示 你這個冬天不需要擁有太多的衣服 你都可以過一個很fashionable的winter 我的天照片 聽到很自然這次yez 我幫助 nghĩ做功她的話 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